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意外的是居然大家都觉得KO版的颜色比较好看 那可是呢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KO版它有分两种 这是比较后面才推出的这是带货柜的版本 那之前网络上大家拿来做比较的那个图片是一个非带货柜的版本 那个颜色两个差别比较大 那这个后来推出的版本的颜色呢就几乎跟正版会完全一样 那还是可以找出一些区别 但配色上面的话就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 我们可以从模具上面去做一个对比 那么呢因为虽然我手上没有正版品 但是MP10 我怎么会讲MP10呢 MP10 它身上的一些模具基本上呢 不管重图几个颜色啦 它还是那个模具 它的一个造型还是固定的 那这一期就和大家闲聊这个 首先呢这个小滚珠还有史派克 正版的好像是没有附这个东西的 所以这个史派克就变成是这个KO版才有的一个东西 史派克在这个时候呢变成了一个身穿紫色金属光泽的一个男人 不对应该讲五脸男对不对 还是要强烈还是五脸男 那羽鞋的一个部分还是大大大的鲜黄色 而且稍微有点意气啊 不过这也不是重点啊 我想会不会有人很认真的收集 一字排开各种不同颜色的史派克 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啊 专门收集小人物啊 厉害 然后这个小滚珠的话呢 当然也是该有的机关也都是有啊 比方说这个大枪还是一样可以装在上头 那一样是一个可以把这个板子翻出来 然后这里就直接翻进去 再盖起来 这样子 它一样是可以拖动这个货柜 滚动性也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这个连小滚珠都开不好 那就只能说还是回家洗洗睡吧 然后这个大枪的部分呢 当然一样也是可以把它扣起来的 到时候可以收在我们这个本体的一个后方 都给各位顺便做个展示啊 就这样收进去 那我们呢 好收进去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货柜的部分 这货柜打开内侧的一个细节来讲的话 也是基本上没有办法拿这个细节去跟正版人物 去做对比啦 这么多的细节 而且蛮意外的是 它变成黑色之后 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一个金属的一个光泽的一个感觉 特别的不一样 看看 细节还是很丰富啊 然后这一些这个地方换成这个颜色应该是说本身官方的指定色还是比较成功的 不过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稍微有一点点偏软 还有时候有时候会垂下去 有时候了啊 有时候比方说比较累的时候啊 就是就是会垂下去 然后这个地方一样有个转动 哎 反正转出来了 扣回去就行了啊 刚刚转的 转的太用力了就会 哎呀真的 怎么一副老太隆重的感觉呢 该翻到错全翻了 这个 打开 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盖子的话呢 这里 这个盖子一样是可以翻开的 那一次还是可以让我们的十八克坐在里头 以及这个斧头 这个斧头的话呢 这个 它是可以把它拔开的 它并没有说直接把它碾死 然后很刺哦 这个地方 尖刺还是挺惊人的 一样是可以扣在一个本体上面 然后我 这里 就把它收进去 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一盒拿出来的时候 有些地方就是稍微去勾到 有点扭曲啊 有点扭曲 所以在扣的时候就是 放的时候会 稍微调整一下 要调整一下 就这样放进去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货柜的一个姿态 那我们把它呢 变成一个货柜的一个样子 首先我要讲一下 它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把它停成这样 也可以把它往上面折 然后再盖起来 差别在于哪里呢 就在于这个地方 这两片部件呢 它盖起来的时候呢 如果你是把它收到上面 那货柜合并起来之后呢 你就会 它这个 这个指挥艇 像指挥艇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隐藏在货柜里头 我们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我们就知道 这个好像我之前虽然MP10 录过 不过我好像没跟大家提过这个 你就是 如果你把它这样合起来的话 这样合起来 然后呢把它给打开 这个 然后就会隐藏掉 你就会看不见那个 那个指挥艇在里头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呢 给 你再一次的把它给打开 把这个打开 这个也是 其实利用上下错位的一个方式 把它给打开 有点 OK 把它翻开之后 如果呢 你是把它给 这样子移出来 首先呢 我们要提一下 它这个 这个部分 这边 你把它提过来 它这个联动 两边的联动还是存在的 这边 你是可以把它放成一个平台的 这个是一样都行 大家知道就行了 再来的话 就是说你把它呢 如果是停在这边的话呢 这个时候把它扣起来的话 就会有一个 这样子 这样合起来 你就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隐约的 就可以看到 内侧 它的那个 指挥艇 就停在内侧的一个感觉 好像有一种 叙事待发的一个样子 因为它里头呢 整个都是黑色 所以就会跟它 那个指挥艇的颜色 会比较 接近 有一种 我觉得还是有点 比较神秘的感觉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就是说 这个货柜里头呢 基本上你可能就会 停不了 一个低级的车子 就停不进去 就看你个人的偏好 因为我是觉得里头你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机械在里头 我觉得感觉也是挺神秘 挺好看的 那只是给各位做一个小小提醒嘛 好像我之前好像从来没有提过提过这一点啊 那这个货柜的外观就是这样子 待会车型的时候再跟各位做一个展示 你看 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 首先我们观看一下它本体啊 这个MP10是 我觉得是 非常漂亮的一个模具 人形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美 这个紫色 紫色的话 上面其实很多的一个水波纹 然后可能我镜头还是打光的关系吧 这个紫色反正之前有跟各位提过 这个紫色就是相机特别的不好捕捉 但它这个紫色我觉得是比想中要好看的 然后胸口这个地方有一个被这个子弹打中 一个车窗裂合那个感觉 那整体的做工来说的话 其实你一摸 你会发现 其实它就是 它确实 你摸了 其实你可以感觉得出来 它确实是一个KO的一个做工 你仔细去摸的话 其实那个触感就是会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车窗这个玻璃 这个不对 车窗这个 雨刷 它是可以动的 这个是跟正版的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区别 但是抠的还是小心一点 它是要稍微把它往后面 往后面拉出来一点点之后呢 才能够去做一个雨刷去做一个动作 这是呢最大的一个差别 但是呢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网路上 你在购录的时候呢 你要看这个是动态 才能感觉出来不同的 那你其他的一个KO 跟正版的差别的话 你可以 我从我发现的几个点 因为蛮明显的几个点 你可以去看到 首先的最明显的 最明显 是这个地方 腿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它里头是有一些 刻画纹路的 但是在KO里头 它是整个是平的 就这个 对不对 非常明显 超级的明显 这个已经基本上就是可以断定说 它是不是一个KO的模具 最大的一个区别了 我觉得也是很直接的 再来是它的肚子呢 也是有一个差别的 各位看到它肚子最下面这一片 最下面的这片 因为它是电镀会有点反光 所以你可能看不太出来 最下面这边这一片 跟它的 最下面这边这一片 你会发现大小不太一样 对不对 这个下面感觉比较大 比较平 这个的感觉呢 就是比较 我这样说好了 就是这一块 它里面分成八个散热片的话 这个正版的模具呢 是分得比较平均 但是呢 KO版呢 它是不小心分得不够平均 它可能比较集中在上面 最下面那一格的一个空间没有算好 所以它最后面留出来的空间会变得比较多 一样分成八等份 它可能是八等份 都是八分之一 但它可能是 有一个会变成是八分之一点二 其他的评分其他的八分之七 大概是这种概念 再来是它的一个上面的一个 这个 车子上面这个灯 它的这个 KO的这个版本呢 是明显它比较突出 但是呢 正版你会发现它几乎跟胸口是切齐的 可是KO版的话你会发现它很明显突出很多 那如果说我们从下网上面看呢 你可能会看得更加的明显 可以看到从下网上看 它会突出这么多 但是呢 正版品呢 它确实只有一点点 这也是一个 可以做区别的地方 光是这三点 其实应该蛮容易区别 特别是这个 这个地方是一目了然 这个照片一拍 你大概也都知道了 那当你食物拿到之后 你这个雨刷一动 你就知道是不是买到KO品了 不过我想 这么一样的区别算是明显的 但是呢 你说这是故意露出来的破绽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 搞不好是他们自己也没留意到 那对了 还有一个地方 这里我想先放到这边 它这边整个是平的 它这边整个是平的 虽然我这个美版的MP 是我装上了一个配件帽 但是这一块是原本的一个模具在这边 它这边是还有分出一个造型的 但是KO它是整个是平的 这样 对 这几个地方都可以供我们做一个辨识 其实已经很容易就做一个辨识了 至于说这一款的做工怎么样的话呢 实际展示给各位看一下 大家可能第一个 在乎的是一个关节的一个 近时度 这样子 手臂把它打直好了 它基本上都很紧 基本上没有晃动的情况 而且这个宽关节的地方呢 尤其的紧 我试一下它的一个齿轮关节的声音 这样 侧踢 是这样 很吵 但是很紧 基本上支撑力度 非常好 那往前往后踢声音就很大了 膝盖会更大声 这个基本上是超级的 超级的吵 但是侧踢也是声音很大 有一整个是偏紧的一个状况 那这里也是有合金部件在脚底 那手腕这个地方360度的旋转 也是都OK啊 蛮紧的 然后这个直接就这个 博标志他们直接自己附上了 真的是厉害啊 这个你要我怎么说呢 如果它是跟正版品是有一些区别 但是你如果说这个区别 要说这样算是有良心的话 我只能说这样未免太对不起良心两个字啊 我只能说这样做个举例啊 你遇到一个强盗 把你实际上的东西全抢光了 留一百块钱给你打地回家 坐机轮车回家 难道你会被人家说这个强盗有良心吗 没有吧 对不对 顶多说他没丧尽天良 但是KO就是这样子 你就是背负一个原罪 那你玩的人你是图什么 我们不管任何的 你可以自由去使用你的金钱 但是你买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 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啊 这个这些区别 并不能代表说这个叫做良心 这个不可以随便把良心讲出来 顶多是没有丧尽天良 就是这样子 那可能大家觉得我怎么会说这种话 我觉得玩玩具是一回事 休闲娱乐是一回事 但是不能说把自己玩玩具啊 然后怎么样就把自己无限的一个上岗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呢 好了 利用变形的说也是不厌其烦的 也不能讲不厌其烦 就是说大家也是随便聊聊 就是说其实KO这几年实在是非常猖狂啊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这个市场到底影响多大呢 嗯 我只能说影响一定是会有的啊 影响一定会有 可是 迷友们就是有需要啊 怎么办呢 那就是 我只能讲 我觉得是一种 应该是说这是一种 大家能不能够互相有一个默契啊 你就是正版的魔人们啊 就或者是说 觉得玩具就是要玩 然后便宜能够玩到 模具就好了 不一定要坚持买正版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看法啊 那我觉得还是在于一个 你能不能够 嗯 能不能够尊重跟你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还是专心一点变形好了啊 因为这个模具其实是变形来讲 其实并不难 而且还是很享受的 我们先把这个 还是专心一点变形好了啊 哈哈 把这个部件 把它给翻出来 这样翻出来 然后这个 翻到这边 这个 两侧 把这个部件 先翻出来 这里也是一样 有时候录一些 就是已经是重复录过的模具的时候 其实心情会比较轻松 那就可以趁这个时候跟大家 先聊一些事情 先聊一些事情 买KO品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我只能说钱是你的 你要拿你的钱做什么样的花费 没有人可以干涉你 没有人可以干涉你 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数 你自己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当然我还是一个观念啊 我觉得说 对了 说我忘了提了 忘了提了 它的一个领导母体 领导母体 也是一个金属制的 一样是一个通明件 OK 好 把它给 放进去好了啊 你本来就是属于 这个的一份子啊 盖起来 这个地方拿下来 放到下方 我是这样一个观念 就是说你做一个事情 其实如果要讲很露骨的话 因为有时候啦 因为有时候 我们影片里头呢 有时候 你没有办法决定说 到底谁看到你的节目 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所以有一些人就会 像我们平常啊 朋友们私底下聚会的时候 其实 我看来的人是谁啦 我们会讲不同的谈话内容 有些人 可以跟他们谈某个观念 有些人就不行 因为有些人可能 嗯 我自己这样说吧 其实我的一个感觉啦 可能 嗯 会很喜欢我节目的人 通常是两种人 通常是两种人 什么样的两种人 一种 一种是真正的大人 一种是真正的小孩 大家觉得我在讲废话吗 什么叫真正的大人 什么叫真正的小孩呢 我们先讲真正的小孩 真正的小孩就是真正的小孩 他们就是单纯就是觉得说 我们能够有很多的玩具 他很崇拜我们 就觉得说 哇 我们可以收那么多的玩具 你一定很厉害 他的所谓的厉害 可能包括说 觉得你的经济状况很好 那觉得说 你能够做这么多影片 你很厉害 你能够 弄出一个完整的一个影片 这样给大家看 他可能是崇拜你的 不管是经济力量也好 或者是说你的一个 影片上面的成就也好 他们就是单纯的 他们也喜欢玩具 然后觉得你可以 比他们玩的更厉害 这种叫做真正的小孩 他们很单纯 就是喜欢玩玩具而已 他们就单纯的崇拜你 这叫真正的小孩 那有一种叫做 真正的大人 什么叫真正的大人 就是说 玩具对他来讲 就是一个兴趣 他不会去跟你争什么 一定要卖哪一个才好了 哪一个系列才是王道 然后哪一个系列就是垃圾 然后他不会去跟你争这个 他不会去跟你争这个 他就是 这就是一个兴趣 那这是他的兴趣 也是你的兴趣 那我不会说 我怎么可能去干涉 我的兴趣 当然不是干涉你的兴趣 干涉他的兴趣 怎么会是一种兴趣 那就很奇怪 而且他们知道说我们做影片 做到这样以来 我们的坚持的点在哪里 我们努力的点在哪里 他们知道我们牺牲了些什么 然后换来了些什么 这种人叫做 我说他们叫做真正的大人 他们是把玩具当成是一个兴趣而已 并没有说要把它当成是一个 好像性命一样去争取的东西 有一天你不玩也无所谓 你玩什么都随便你啊 反正就是图 图的就是一个放松 一个兴趣 这个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大人 那这样子的朋友 确实也是不少 其实大家平常忙的 并不是去争论KO跟正版有什么差别 KO跟正版有什么不好 他们平常忙的是什么 忙的可能是明天的工作 要怎么完成 小朋友下个月的学费怎么样 有没有着落 太太下个月想要买什么 送给他 这样子 这个呢 就是我所谓的真正的大人 或许你也是真正的大人 或许你是真正的小孩 那这两种人呢 基本上 我喜欢我节目的呢 往往不外乎是他们 看到车子的一个形态呢 然后一样我们拿出 我手上这个是日版的MP10 那两者的话区别在哪里呢 第一个当然还是这个雨刷 它是可以动跟不能动的 再来的话是它的这个 后照镜的部分的造型呢 稍微有点不一样 你看一下 这个是KO版 它的一个这里有一个 凸的这个零件 这个部件 它是等于是在后照镜的一个正中央 但是呢 在正版模具里面看 它其实第一它好像比较小 第二它会稍微偏外侧 它会比较偏外侧 你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对不对 一个比较接近于正下方 另外一个是正外侧 而且呢 它的这个外面呢 还有一圈东西 基本上没有把它磨掉 没有把它磨掉 两侧都一样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 每一款都会是这样子 就从后照镜的一个 这个零件数 最主要是它偏中间 然后正版是偏外侧 再来就是车型 它刚刚我们提过了 在腿边的这个地方 在这边是空白的 但是正版品这边 却是一个有细节的一个呈现 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不同 这两点基本上也就可以做一个 很明确的一个断定了 然后从后方对比一下 没有什么很大区别 因为后方的一个颜色来讲都比较接近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汤口的部分 这个KO的一个汤口明显会比较多 就处理上也是稍微比较弱一点 比较弱一点 然后更关键的一个 这边 这里反而是呢 这两片部件 正版品它是两侧中间还会有一个缝的 这个缝是好的 表示说你这两面是互相不会去影响到的 反倒是在正版品的话 它是上下 你看我上下是互相咬合到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新旧模具上面的一个差别 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区分 那这样子大家应该就很容易去了解到了 然后这一片 然后本身把它A到了 再把它给抠出来 然后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 autopart的一个标志 实在是这个实在是 只能说你很神吧 那滚动性也是很好 没什么问题 但是它有一个 不知道为什么是一个锚钉 还是什么钉子的一个摩擦的一个声音呢 我手上这一款是这样子 那一样是一个橡胶的一个轮胎 橡胶轮胎 这样 然后它的一个货柜跟货柜的结合呢 也方法也是一样 而且呢 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 它的这个 这两个洞跟货柜结合呢 一旦扣紧之后呢 不是扣紧 一旦扣正确的扣上之后呢 它可以扣得非常的紧 它扣得非常的紧 要稍微拿起来对准一下 把它扣进去 你看 它紧到自己可以把这个货柜给顶起来 你可以拎着货柜 这样 可以飞啊 对不对 就是一个完全是紧的一个概念 那转动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还是可以转 那拖起来就是很霸气 黑色变成是一个黑色版本的一个货柜 但是为什么不是狂派呢 因为这个形状的关系 可能它本来是薄派的一个标志 所以就用这个薄派的一个马克 而不是狂派 那整体来说的话 我只能说一分钱一分货吧 其实很多的一个细节方面的话 做工的精细度来讲 细节度来说 其实可能还是官方的模具会比较优秀 那可能这个KO板 它就是多了一个 就是这个底部这个地方 做了一个修正 其他的话 其实是两者有区别 但是没有说谁好 没有说谁比较好 但是有改善的话 是这个KO下面的底盘是有改善 但是你要说到这个汤口啦 还有一个倒角部分的处理 还是正版品会优秀的比较多 那包括这个轮胎滚动的声音 还有变形的时候一个松紧度的一个板 把握 这个KO的版本 我觉得是稍微偏紧的 那么比较可惜就是说 这个 油箱 这个 可能原本正版的一个KO的话 它就是一个没有上电度 就是它直接就是把电度的部分 就是直接把它去掉 就变成一个灰膜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对吧 你KO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直接还是维持一个电度键 应该会更好看 我觉得了 你就直接这个部分就不要省略嘛 可能你的一个附加的一个价值来讲 可能你吸引力会再更高一点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如果说你对KO的镜像科这个颜色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吧 那就只是一个把玩的心得就是啊 那也顺便跟大家闲聊一些 自己一些新努力程吧 毕竟是 对吧 有时候这种 大家等一下如果看我录一些重复的模具啊 你大家可以想象到 节目里头我们应该会跟大家放松闲聊一些有的没有的 那这一集的话就跟各位进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